第29屆香港舞台劇獎頒獎勵舉行 黃遠芝、關寶慧、楊詩文、朱柏康等都有出席 去年的最佳女主角得主關寶慧今年擔任頒獎嘉賓 她對黃遠芝在音樂劇演出賺不絕口 首先她唱得很好 還有你想想音樂劇要動的 音樂劇要動著來唱已經很難 因為歌詞就是台詞 她可以通過歌詞去唱得很好 而表達到她想說的角色 其實是難上嘉然 所以我覺得她非常之好 除了演戲 關寶慧還透露嘗試寫劇本 演員太被動了 我希望能夠寫一些適合自己演的 自導自演 那幾好 題材我想寫女人戲 和男女之間 女人的角度去看男女之間關係的戲 關寶慧這一日 淡綠色短裙兩相 露出收場美腿 不過她就說自己肥了很多 要減肥 我在今年的農曆年 我吃了太多太多東西 包括我吃了十二底的蘿蔔糕 因為我很喜歡吃 我自己也會蒸 蒸完一底吃一底 吃了十二底的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很恐怖 很恐怖